問你呢 我是奧樂團的主唱 我叫Angus 大家好 Angus 我先鼓勵一下 好像粉絲團不少喔 對不對 還可以 還不錯 謝謝他們 我請教一下 你們這樣子飄洋過海 來到台灣的時候 家人會不會反對 當然會有反對 那壓力就很大了 絕對大 因為以前畢竟是上班子 那在也算是蠻專業的 我們都是學工程的也好 做老師的也好 所以其實在父母的眼中 我們薪水算是不錯 有沒有穩定的工作穩定 我們前途也算不錯 所以家人覺得 你不一定要做這個夢 然後毀掉你們的前程嗎 有這種想法對不對 多多少少會有 那段時間 有沒有辦法跟家長溝通 怎麼溝通 覺得就是一直捱他們 用我們的夢想 跟這個情緒感染他們 那透過其實 透過這兩三年的發展 那慢慢他們的想法 本來開始改變 然後看到我們的成績 或者看到我們人在現場表演 他抱著我就說 好好收藏 哇 近戰會嚴重 媽媽還是爸爸 對 那個是媽媽的 然後爸爸也很支持 好感動喔 然後爸爸也很支持 開始會從 開始覺得說 要怎樣 頭路好好不做這樣 來唱歌這樣 那現在你們來台灣 家人都還是在國外對不對 對 一個人在台灣 有時候也是會滿寂寞的 對 碰到寂寞的時候 或者是碰到挫折就怎麼辦 寫歌 我覺得要跟一些比較正面的朋友 一些要交到好的朋友 真的 對 要交到一些好的朋友 正面的朋友 跟他們在一起 你會找到信心勇氣 或者找到快樂 找到平安 找到抒發的方式 對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的確很孤單 只要你交到好的朋友 我相信你們一定可以 這是我們的經驗 好 簡單介紹一下你們的作品 好不好 可以 我們待會兒會唱四首歌 是 幾乎每一首歌都是關於信心 勇氣跟盼望 那希望我們今天在這裡 跟大家一起唱歌 一起同樂 我們可以給大家一個新的想法 或者鼓勵到大家 對 介紹一下團員 好不好 就正式 沒問題 我是主張Angus OK 然後在你們的左手邊 是我們的貝斯手秀 大家好 然後在我們這邊有 吉他手 Hentz 然後後面有我們的好朋友 叫做阿忠 阿忠 好 然後大家還會有我們的鼓手 Cody 對 OK 好 所以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OK 起來歡迎我們的 HELLO樂團 謝謝大家 HELLO樂團 HELLO樂團 HELLO樂團